我真是傻瓜 我真的不在乎 我再做一次 再一次再一次 我就是一千人的眼睛 他還用Louise的身體器官做了一個項鍊 你沒有要愛一個小孩 你就不要生小孩 大家好我是Dorin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Dorin 快吃 我們今天要吃的是 In and out 沒錯要用唱的 因為我心情非常好 我已經想吃好幾天了 但是故意忍到今天 我們今天點了一個Double Double 一個Cheeseburger 一個Animal Style Fries 一個Fries Well Done 哪一個是你的 哪一個是你的 Double 應該是這個 嗯 給大家看一下 我每次說我喜歡吃In and out 就會有人來罵我 呵呵呵 呵呵 喔 等一下 可是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要讚的意思 我只是本人很喜歡吃就這樣 所以沒有什麼好生氣的吧 我覺得 但就是還是有人要生氣 Look at that 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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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 喔好開心 我每次吃都会不小心吃到这个纸 因为它的颜色跟汉堡的面包颜色很像 好好吃哦 我要把汉堡吃完我才要讲 老公已经把double double吃完了 我真的已经想吃好多天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又再次的比较沉重一点点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要自行斟酌收看好吗 如果不能接受的就不要看 能接受的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我们今天要讲的案件呢 它这个主角它有真人小丑跟真人撒旦的称号 他的薯条吃到嘴巴里面然后掉出来 太差了没有被拍到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呢 他的名字叫做 他出生在1988年3月7号美国加州的Bakersville 那今天故事发生的地点也大部分都是在Bakersville Jayme的妈妈她的名字叫Michelle 那Jayme的生父她是谁我们不知道 Jayme的爸爸跟Michelle会结婚 是因为那时候Michelle怀了Jayme 所以他们才结婚的 Jayme还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同母异父的哥哥 那因为Jayme的爸爸他一直以来都有家暴 就是他有暴力的倾向 可是Michelle就想说 说不定结婚之后 生了小孩之后他就会不一样 可是你也知道通常就是都不是这样 99.9%他们都还是会一样 还是会打你 就连Michelle怀孕的时候 Jayme的爸爸都还是会打他 那最严重的一次是 那时候Michelle已经快要生了 他还是一直打他 那他那次打得很严重 他就一直踹Michelle的肚子 那你们也知道 小朋友在肚子里面的时候 其实胎教很重要 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所以很多人都会听古典音乐啊 什么讲故事啊这之类的 所以我们先不讲 这些事情对于那时候还在子宫里面的 Jayme造成的心理上面的伤害 我们直接讲就是 这次他很踹Michelle肚子 让Jayme有身体上的伤害 他的耳朵这边缺一个口 我会放照片 所以这个婚姻并没有持续很久 他们结婚一年多 他们就离婚了 那离婚之后没有多久 Michelle马上又认识一个男人叫Jeff 才刚刚交往没有多久 他就带着他的两个儿子 就嫁给了Jeff Jeff他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但这也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Jeff很讨厌Michelle的两个小孩 就他觉得我今天只是想跟你结婚 可是我不要你的两个小孩 可是不可能啊 就是他就是已经生了两个小孩才认识你嘛 所以你如果要娶他 这就是一起的 it's a package 因为他会打他们啊 骂他们啊 abuse 最严重的一次呢 是Michelle跟Jeff他们要去钓鱼 然后他们是开车到他们要钓鱼的地方嘛 那他们钓完鱼之后回程的时候 那时候Jamie还只是一个小婴儿 所以他坐在汽车坐鱼里面 在回程的时候 Jamie就突然间开始哭 因为他就是一个小baby嘛 Jeff就觉得超级无敌吵的 就闭嘴吵死了 就他竟然一个生气 就把Jamie连婴儿坐鱼带人 整个往车子外面丢 Oh Jesus I'm only stressed out by this 继续停下去 因为Jamie后来会变成坏人 所以you'll feel better Jamie这样被丢出去之后 竟然奇迹似的没有死 他活着 活着之外 他竟然一点伤都没有受 就他外面看起来是完全是好的 他一点点皮肉伤都没有就对了 后来他长大之后 医生有去检查 才发现说他的脑部有受损 就是从他这一次丢出去的 可能有脑震荡啊 或者什么的 是真的有造成他脑部的损害 那Michelle跟Jeff也真的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他们 他们竟然说 看Jamie就是外表上面看起来没受伤 他们就没带他去医院 这一次他这样丢出去之后 也没去检查就对了 他们就直接就是回家 Jeff对Jamie的哥哥也不好 最严重的一次是 他拿叉子丢Jamie的哥哥 结果叉子真的就插到他的肉里面 这一次的事件之后 Jamie的哥哥就被送去 跟阿公阿嬷一起住 阿公阿嬷养Jamie的哥哥养大 Jamie哥哥的资料 我们网路上面查不到 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们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因为他其实跟这个故事 也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他们两个的人生际遇 就从这边完全不一样 Jamie开始就越走越坏 然后他的哥哥 后来就变成一个很正常 很成功的一个正常人 那你们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阿公阿嬷 不把Jamie也带走 因为他们明明就知道 这个家庭里面 是有暴力的对待的现象 有家暴的现象 那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阿公阿嬷 只带了Jamie的哥哥 可是是有传闻讲说 阿公很讨厌Jamie 阿公在这两个孙子里面 他比较喜欢Jamie的哥哥 他没有那么喜欢Jamie 所以他只有带一个走 在哥哥被带走了之后呢 Michelle跟Jeff就说 那我们想要生我们自己的小孩 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 生了两个小孩 Oh my god great I have more kids right 对啊 Jeff意料之外的 他是一个还不错的爸爸 他对他的两个小孩很好 他很爱他自己的两个小孩 很照顾他的两个小孩 那你可能想说 他会不会因此就对 Jamie也好一点点 完全不是这样 他越爱他的小孩 他就越讨厌Jamie 所以他还是一样 会继续家暴Jamie 像比如说 他不让Jamie 跟他的小孩们一起吃饭 他们全家吃饭的时候 Jamie只能看 那要等到他们全部吃完之后 他才会把Jamie的食物 放到地上 叫Jamie在地上吃 就是他还是会欺负他 包括像最严重的一次是 Jamie那时候五岁 然后他把果汁打翻了 Jeff就超生气 他就把Jamie绑到外面的树上 拿皮带打他 因为打得太严重 所以那次Michelle就报警 那警察来之后 Jeff就说 没有我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打他 我从来不打他的啦 他今天真的是太顽皮了 然后他说 我没有真的打他 我是拿皮带吓吓他而已 可是他还是有因为这样被 看说他就是家暴 有犯法就对了啦 可是他没有被关 他只有被关了几天 他就又回家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反正就是 他那次并没有真的去坐牢 他就只有在警察局 待个三四天 然后他就又回家 Jamie就有好几次问他妈妈说 你为什么不帮我 就是为什么爸爸 其实那也不是他爸爸 就是为什么继父在打我的时候 你都不帮我 妈妈从来都没有办法 给他一个答案 所以我真的觉得 如果今天你 你要生小孩 我觉得有没有钱 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如果你今天 你没有要爱他 真的拜托不要生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问题 真的只会越来越多而已 为什么要生他出来 我真的好无盼的理解 我真的不懂 西娅他后来有接受访问 他就有说 其实他不是不愿意 他的意思是 他知道他不是一个好妈妈 可是他的意思是 他也被家暴 就是Jeff也会打他 所以他觉得 他不是不愿意保护 Jamie 是他没有办法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啦 反正我们都不是他啦 但我只是觉得 还是 这只是借口啦 因为你就不要生啦 你为什么要生 那我们时间就快转到 Jamie12岁的时候 他12岁的时候 他的阿公阿嬷 把他接去 跟他们一起住 那原因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 就是为什么突然之间 12岁 你又愿意 把他接去 一起生活 我不知道 他本来就是 他12岁开始 就去跟阿公阿嬷 一起住就对了 那你可能会想说 太好了 他是不是可以生活 踏上正轨啊 他可以开始变成 一个正常的小孩 他在12岁之前 受到的虐待 已经造成 他永久性的伤害 所以他的个性 已经变得 很孤僻 他不喜欢跟人家讲话 然后他变得 对什么都没有感觉 很无感 很冷感 然后在他15岁的时候 他因为拿刀 刺他的同学 这是他第一次 进监狱 他去坐牢 他坐了四年的牢 在少年监狱 那2008年 12月的时候呢 这是他出狱之后的 一年多 他去参加了一个 house party 那这个house party 为什么很重要 是因为他在这边 认识了他未来的老婆 Mary 那其实他的名字 不是真的叫Mary 可是因为网络上 他都是用化名 用假的名字 他要保护自己的身份 所以就叫他Mary 那这个party就是Mary办的 Mary他是一个 37岁的单亲妈妈 那这个party是为了 他自己的16岁的儿子 他帮他办一个生日party 所以你可想而知 这个party上面 就有很多小屁孩 就是都青少年 Mary是想要当一个cool mom 所以他就买酒给大家喝 那这100%是违法 因为美国21岁才能喝酒 Mary就自己在这个party上面 喝得烂醉 他就开始跟一个 年轻的小男生跳舞 然后Mary的侄子 他也在现场 他就看到他的阿姨 在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人跳舞 他就觉得看了就很不舒服 他就决定他要找一个 看起来很凶神恶煞的人 去吓一下这个年轻人 叫他说你走开 你不要再跟我阿姨跳舞 就在party里面这样看嘛 他就在找谁看起来比较凶 然后Jamie就在这个party里面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他是认识谁 因为他不认识Mary在这之前 所以他可能是朋友的朋友 然后他就一起去到这个party Mary的侄子就看到了Jamie 他就去拜托Jamie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你去吓一下那个年轻人 叫他不要再靠近我阿姨 Jamie就答应了 那人家只是叫他去吓一下 结果他竟然拿刀走过去说 你给我滚哦 你再不滚我就杀了你 那可能大家都喝得很醉 这个年轻人一开始也没有 真的马上就听Jamie的话 他没有走就对了 他们就吵起来 然后Jamie真的就拿刀 刺了这个男生 可是还好的是 这个男生并没有受很严重的伤 只是轻伤而已 可是因为还是有人报了警 所以警察就来嘛 那警察来之后 因为Jamie那时候还在假释的期间 他才刚出狱没多久啊 就因为他又违法 他就又被关进去监狱里面就对了 Jamie坐牢的期间呢 他就觉得说 我真的很爱Mary 我觉得Mary就很漂亮 他就很一直朝思暮想Mary 他就在监狱里面写信给Mary 就一直写信给他 他跟他讲说 我真的爱你 我觉得你是我的 就是我的真爱 Mary我也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因为你会想说 如果你们第一次见面 这个男生拿刀威胁你 跟你跳舞的人 你应该觉得说 Pretty Red Flag 或是真爱 然后Mary竟然也觉得 可能他觉得这样很帅吧 我不知道 反正他就回信给Jamie 反正他们两个就开始谈恋爱就对了啦 Jamie这一次关了一年多 出来的时候 Mary就在监狱门口等他 他来接他 Mary说他这次看到Jamie的时候 他吓了一跳 因为Jamie的脸上开始刺青 就是这个时候 他刺了一个小丑的嘴巴 还有一个像是小丑的眼泪这种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对 他们说你被杀了一个人 真的吗 对 这是他刚开始而已 他后面会越刺越多 可是因为他在进监狱之前 他脸上是没有刺青的 所以Mary看到他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 这也是为什么他有真人小丑之称 因为他后面会越刺越夸张 然后因为他有刺小丑的嘴巴跟眼泪 Mary接到Jamie之后 Jamie就问Mary说 怎么样要不要去摩跳 然后Mary就说好 对进展很快 所以他们就去摩跳 然后Mary是说 他心里想说这应该只是一夜请 就是一次的事情而已 那他们以后就不会再联络了 结果就这么一次Mary就怀孕了 我老公已经说过这故事了 Jamie知道Mary怀孕的时候 他超开心 他说拜托你生下来 我一定会照顾你 我会照顾我们的家庭 我会照顾我们的孩子 Mary一开始还有一点犹豫 Jamie就跟Mary求婚 他就说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我一定要先结婚才能生小孩 所以嫁给我吧 我们一起组织一个家庭 Mary就答应了 所以在2010年的12月的时候 他们结婚 结婚之后呢 完全就是走下坡 婚礼那天是他们的高峰好吗 然后再来就是一路往下 Jamie根本就没有要照顾家庭 Mary连小孩都还没生出来 就结了婚之后 他就开始对Mary不理不睬 然后甚至开始会骂他打他家暴 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 他们两个又吵架 然后Jamie打了Mary之后 他竟然抱着Mary妈妈的骨灰 就往外跑 因为Mary跟他妈妈很好 然后他很爱他自己的妈妈 所以Jamie知道说 他就是因为这样 他才故意要把他妈妈的骨灰偷走 让他很生气很难过 那Mary就有报警 警察就有来抓Jamie 结果警察抓到Jamie的时候 骨灰已经不见了 所以他到底骨灰丢去哪里 没有人知道 Mary也再也没有找到他妈妈的骨灰 反正因为他家暴 他就会被送去坐牢 他这次坐了六个月的牢 也是在这六个月的期间 Mary把小孩生下来了 那因为小孩生出来之后 Mary就想说 啊他毕竟还是小孩的爸爸 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了 我们试试看 你也知道根本就不会比较好 就没比较好 他还是一样会家暴 但是他出狱之后 他又开始吸毒 所以吸毒只让这一切变得更严重 就更糟糕而已 所以家暴又变得更严重 严重到后来Mary已经没有感觉了 他就觉得说 随便你要怎么样 因为可能他以前打她的时候 Mary还会哭啊 会吵啊 他现在就觉得 I don't care like do whatever you want 他就也开始不吵不闹不哭了 Jamie完全不喜欢这样 他要看到你难过 看到你生气 看到你有反应 可是因为Mary现在没有反应 他就觉得不好玩 他说那我要来试试看 别的方法可以让Mary有反应 那Mary在之前的婚姻 他不是有三个小孩吗 Jamie就决定 那我来试试看 我打你的小孩 我看你会不会有反应 那就把Mary之前的 那三个小孩 其中一个他现在只有七岁 他把这个七岁的儿子 故意在Mary面前 他把他丢到地上 Mary整个就崩溃 他就失去理智 他拿菜刀冲过去 跟Jamie讲说 你敢再碰我的小孩 我就会杀了你 Jamie没有料到Mary是这样的反应 他就有点点吓到 他可能以为Mary又会哭啊 又会 就他没有料到Mary会拿刀来威胁她 说你不准再碰我的小孩 Mary又做了一个 我无法理解的举动 他打电话给自己的阿嬷 说阿嬷来接我 Jamie的阿嬷真的就来接他 把他接走 Mary想说好 Great 你就不要再回来 结果才过不到一个礼拜 他马上又回来威胁Mary 跟他的小孩 Mary马上就报警 警察就又把Jamie带去坐牢 做了七个月 我跟你讲 我没有办法数 到底他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监狱有几百次 反正他就是不停地这样 进出进出就对了 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他也完全没有放过Mary 他就还会打电话给Mary骚扰他 他一出监狱的时候 马上就开始打电话给Mary说 我出来了 你完蛋了 我要找你复仇 我应该杀了你 他除了打电话 他也会突然间出现在Mary家的窗户外面 然后就这样看着他 就是会一直来骚扰他 提醒大家一下 他这样做这个骚扰的动作 都是在他出狱之后的一个礼拜之内 就是他才刚出来 他马上就一直去骚扰Mary 在他出狱之后的第八天 他又打电话给Mary 可是这一次电话内容 跟之前不太一样 他说 Merry就吓到 他想说 我觉得他真的有可能会杀人 我知道他这个人 所以他可能真的有这么做 所以Mary马上就报警 他跟警察讲说 他刚刚打给我 他说 他在这个Morocco Motel 杀了一个人 你们要赶快过去看 结果guess what 警察没有去看 结果后来是这个Morocco Hotel 里面的员工 过了五天之后 才发现了一个尸体 这个女人叫做 Yvette Penna 五天之后 然后他们知道 那天之后 对 警察在接到员工的报警之后 他们才去现场 那才要把一切连起来 想说 那就是Jamie 而且因为现场的一些证据指向 可能他有留DNA 什么的 反正这是Jamie就对了 所以他们开始要去抓Jamie 花了五天 才找到Jamie 然后逮捕他 Jamie一开始是说 不是我做的 他说我没有做 他说是Mary陷害我啦 警察说 那个饭店的现场 就是Yvette的死状 很凄惨 他的残忍跟严重 到警察其实 到现在并没有很 巨细民意的 讲出现场的样子 因为太过于暴力跟血腥 很多警察都说 这是他们警察生涯以来 看过最可怕的画面 虐待他 虐待得非常严重 他不是等于是 很简单的杀死他这样 他先虐待他非常久之后 才杀死他 一开始警察对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任何的 他们不懂为什么 因为Yvette跟Jamie 完全不认识 他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他们不知道说 为什么你要杀他 他们后来是有发现说 Yvette好像长得跟Mary 都那么一点像 所以他们就问Jamie说 你是不是因为 他们两个长得很像 所以你因为生Mary的气 你就故意去杀Yvette Jamie还是不承认 但是他不承认也没有用 因为证据就是指向他 所以他还是被起诉 然后他就在监狱里面 要等 等开庭审判 等开庭这个时间 竟然一等就是五年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们一直 push back 又push back delay 然后反正Jamie 就在监狱里面 等了五年 Yvette的家人都非常非常难过 因为Yvette她是一个 六个孩子的妈妈 然后她跟家人都非常好 所以这五年 对她的家人来说 都是煎熬 这五年之内 Jamie也没有闲着 她就去刺了更多的情 之外呢 她还一直不停的骚扰Mary 她会一直打电话给她 一直写信给她 然后她这次的信里面 就会开始加一些 撒旦的画 或者是画撒旦的那个五芒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有人说她是真人撒旦 她还有一次是 我不知道她怎么办到的 反正她有一次还记了 一只死老鼠给Mary 我觉得她可能是 有请外面的人帮忙吧 因为监狱出来的信 都会被检查 所以我不觉得 她是从监狱寄出来的 因为一定会被发现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她也没有 放过Mary就对了 她在监狱里面 还是一直不停的骚扰她 后来五年之后 好不容易开始开庭了 要审理这件事情 Yvette的家人 每一次开庭 她们都有去现场 她们都要去听 Jamie在 看到她家人的时候 你不要说什么后悔或难过 完全没有之外 她会一直嘲讽她们 她会对她们微笑 故意跟她们笑 然后也会跟她们这样招手 就是会一直打哈欠 反正就是 她对她们非常非常不尊重 真正最后的庭审日 是2017年的3月27日 在开庭之前的前三天 Jamie突然接受了 一家电视台的访问 在这之前 她都是不承认这是她做的 她都说这不是我 不是我做的 但是新闻记者就想说 我一定要来问 看能不能问出说 让她承认是她做的 记者以为说会很难 因为她可能还是不想讲啊 结果没想到她一坐下来 她就说 对是我做的 她说我是故意的 我计划好的 我蓄意我就是要杀她 记者就有点吓到想说 她竟然直接就承认了 我原本想说她一定会不承认 她除了讲这件事情之外 她还讲说她 在这之前 她还杀了另外两个人 第一次杀人是她13岁 就她除了承认 她还承认杀了另外两个人 她除此之外还讲了很多 所以可能她的眼泪就是 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我不知道 我老公说 监狱里面刺青的意思是 你杀一个人你就刺一个 所以她可能杀了很多人 maybe I don't know 她还讲到 她自己的以前的故事 像是包括她小时候 被她的继父家暴啊 这些事情 反正就是那个访问 她讲了非常多话 她有说小时候 她会伤害动物啊 什么什么 这都是她自己讲出来的 在这个访问里面 她最后庭审日那一天 她突然之间整个翻盘 她说对是我杀的 她之前前面不是都不承认吗 她那天 最后那天她说对是我杀的 那因为她认罪 所以她就不用被判死刑 她最后是无期徒刑 然后终身不得假释 检察官就觉得很失望 因为他们其实很希望 她能够被判死刑 检察官就说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 真的有人值得去死的话 她说那就是Jamie 有时候法官会让 受害者的家人 她可以讲几句话 她会问你有什么话想要讲 所以一辈的家人就站上来讲说 我们希望Jamie有一天会后悔 几年来每一次我们开庭 她都对我们很不尊重 她就打她欠了 还嘲笑我们 她说我希望她有一天会 承受到我们承受的这个痛苦 我希望她有一天会后悔 他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Jamie就在那边说 No No 他就一直摇头 他就说我不会后悔 我不会 你们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对不对 没有 在这五年之内啊 她关在监狱里面 等开庭的时间 她就已经证明 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 她都没有任何的室友 因为她连没有室友的状况之下 她都去伤害其他的监狱里面的犯人 然后曾经她有一次伤害一个犯人 伤害到这个人要被缝67针 被列为高危险的犯人 所以她是只能自己一个人关一间 别人不能跟她关一间的 那在2019年3月的时候 她第一次有了室友 这个室友的名字叫做Louise Romero 她好像是47岁 也不是到非常老 那这个人会被关是因为她是帮派分子 她因为两个帮派枪战 她在这个枪战里面杀了对方的一个人 所以她被判进监狱 她已经在里面关了27年 她已经快要可以出狱了 然后她才刚刚被转到这个监狱里面而已 她刚被转到这个监狱24小时 然后她就被放到跟Jamie同一间 24小时之后就发现她死了 被Jamie杀了在监狱里面 她的死状非常非常的可怕 Jamie好像是不知道怎么样拿到一支刮胡刀 把刮胡刀做改良 其实真的她到底怎么做的不知道 反正就是她是用刮胡刀这个工具 来杀了Louise 她把她的手指头切下来 眼睛挖出来 然后把她的胸口切开 把她的肺拿出来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血腥暴力 他怎么还没讲完 对听我讲 我还没讲完 我觉得最f**的地方就是这边 他们发现的时候 Jamie就这样很安详的坐在床上 然后眼睛闭起来这样 他还用Louise的身体的器官做了一个项链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新闻是这样讲的好吗 他就是自己做了一个项链 是Louise的器官 可能手指头啊眼睛什么的 他做了一个项链就对了 他把他挂在脖子上 然后很安详眼睛闭起来坐在床上 然后Jamie全身都是血 Louise就死在旁边 在监狱里面 他用Louise的血 在牢房里面的墙壁上写说 I am the man with a thousand faces A boy has no name 你们应该想说 怎么办到的 怎么可能 这是监狱 因为其实监狱每30分钟 都要有人去巡逻 所以你们一定觉得 why how 好 那我们就来讲他们关的这个监狱 他们关的监狱叫做 Cocoran监狱 那其实这个监狱一直以来 丑闻跟黑历史都非常多 而且不是传闻而已 是真的是有影片 有证据的 那大家讲到加州的监狱 可能会想到St.Quentin 因为这是加州 现在唯一在关死刑犯的监狱 可是其实最危险 最可怕的是Cocoran 就是他的历史 就是还有很多很多 不好的历史就对了 之所以说危险 不只是说里面关的人很危险 不是说只是牢犯对牢犯的危险 是狱警对牢犯 他们会有很多不人道的对待 跟欺负他们 最有名的就是狱警 他们会在监狱的backyard 他们会set up一个 almost like a fighting ring 然后他会放两个犯人 进去里面打架 真的有影片 网络上面有 他会放两个人进去里面打架 那打到最后快要打赢的那个人 他们会拿枪射 快要打赢的那个人 因为这样他们就有借口讲说 他们两个打架 那我看这个人快把另外一个人打死了 所以我拿枪射赢的那个人 你懂意思吗 就是他们的借口 这应该是蛮久以前了 我还没讲完 会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发生 他们最严重的时候是五年之内 有70个监狱里面的牢犯被枪射 然后这70个人里面有7个人 因为被枪射而死掉 我去查没有任何的记录是 里面的警察有因为这样受到任何的惩罚 从来没有人因为这样被起诉或是什么 反正就是没有就对了 他们是有讲说 现在这个监狱改革 然后没有 不会再有狱警拿枪射犯人这件事情 可是他们还是一直都是有这种 他们会明明知道这个劳犯很危险 可是他会把人放进去跟他们关在一起 让他们可能被打被杀 甚至被侵犯 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觉得dirty work is still going on 只是不是他们做的 是他们让犯人去做 一样的事情 应该是这种感觉 对于是他们的手不会弄脏 他让已经关在里面的人 去做一样的不好的事情 其实我说觉得 美国无期徒刑的犯人真的很可怕 因为美国是真的会关一辈子 所以今天他真的他没差 你懂吗 他就是他会在里面一辈子啊 那他今天多杀几个人对他来说有差吗 你记不记得Mindhunter那个Edmond Kemper 然后就是Edmond Kemper是另外一个美国很有名的连续杀人犯 有一次FBI的一个探员去访问他 因为他想要更了解连续杀人犯的心理 因为他们见面的时候 他们一对一嘛 会有个会议室会有门会锁起来 那你要出去你要按铃 御警才会来把那个犯人带走 你才可以离开 但是聊完了之后 他就按铃 然后按铃之后没有人来 很久 不知道5分钟10分钟 那时候Edmond就跟这个 这个FBI探员讲说 他说 你知道我现在可以杀了你吧 他说你你知道我可以吧 他说我没有我没有查 我反正我就是一辈子注定要在这里面啦 FBI探员后来他有讲到这件事情 他说他真的整个人他非常害怕 因为他知道他可以 他做得到 然后他没有差 他后来就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现在目前是还没有 他杀了Louise这件事情 还没有接受审判 因为在2021年 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Jamie有被诊断他的精神异常 那如果今天你精神异常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出庭接受审判的 你要等到你精神恢复正常之后 才可以开始接受审判 所以不知道这一次又会等多久 但反正他就是做了这件事情 还有人在讲说 他之前不是有承认他杀了另外两个人吗 很多人说他们觉得他是在吹牛 就他没有真的杀 因为警察有试着去查 有没有这样类似 比如说这个时间 然后因为他有讲出他杀的人大概的年龄 跟在哪里 可是好像没有找到 所以很多人在讲说他那时候 因为他他其实没有很高 他167公分 他高我一点点而已 所以他们在讲说他可能是因为他知道 他在监狱里面 他可能会被欺负 因为监狱里面好像是如果你比较小姿一点 他们很容易会找你麻烦 所以他想说把自己讲的凶一点 可能别人比较不会欺负他 我不知道 反正他说他之前还杀过两个人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打一个问号 因为好像没有没有找到这两个人 类似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真人小丑 真人撒旦 Janny的故事 我老公 我老公又 你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Dramatist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 我老公又再次讲不出话来 哈哈哈 他这次没有杀小孩 I know that's good at least but yet I mean the child abuse thing it makes you wonder like if he wasn't so abused as a child would he turn out that way 对啊 因为 我有讲 Janny的那个哥哥 他后来是正常人 就不知道说如果他那时候 阿公阿嬷把哥哥接走的时候 如果他们连Janny一起接走 Janny现在还会是Janny吗 我觉得我在觉得 我也是 我昨天晚上才跟我老公聊天 我想要说如果我今天是 有权 比如说 我是总统 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我第一个想要改善的地方是 儿童的问题 比如说 儿童 被虐待 孤儿 就这类的 我会想从这一块区域开始下手做得更好 因为我觉得他们 真的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下一代 你懂吗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解决 你要改善什么问题 你应该从基本做起 那他们就是未来长大之后 你看像Janny好了 他小时候受到这样家暴的对待 没有人认真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他长大 我不是说一定 我没有说一定 只是我觉得 几率上来讲 他们长大可能会比较多问题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我的话 我会想要从这一块开始改善 我也真的觉得 如果今天你没有要爱一个小孩 你就不要生小孩 I think it's just about like we need to protect the kids better you know it's just 对 like there needs to be better systems in place like clearly it's failed so many times for so many people it's like and you know social workers are completely overworked they have too many cases we don't have enough people we don't have enough funding it's like why don't we put more money into protecting the kids and and make it happen I don't get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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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why don't we like correct some of this somehow or work on correcting it it feels like we're not but I mean maybe you know I don't know anything so 欢迎 选我当2028年的总统 你要不要投我一票 I'll work on that yeah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影片 希望你们还喜欢 欢迎你们留言跟我分享你们的想法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了 bye bye bye